科幻类小说星际逃亡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年 但是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 地球已经不再是人类的家园 政府和科学家们已经多次发起拯救地球的计划 但都以失败告终 最终地球面临着毁灭的威胁 为了生存 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家园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 但是它距离地球非常遥远 政府决定发起一个名为星际逃亡的计划 让人类乘坐飞船离开地球 寻找新的家园 人类乘坐飞船进入了太空 开始了星际之旅 但是这个旅程并不顺利 飞船遭遇了许多危险 包括彗星、黑洞和外星生物的攻击 飞船也因为长时间的航行而损坏严重 人类必须积极修理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也开始遭遇一个神秘的敌人 这个敌人的科技非常发达 他们的飞船和武器都非常强大 他们的目的似乎是消灭所有的人类 人类意识到 这个神秘的敌人 是他们寻找新家园的最大威胁 为了生存 人类必须联合起来 对抗这个敌人 他们开始组织军队 制造新的武器和飞船 人类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击行动 包括破坏敌人的基地和抵抗他们的攻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战斗 人类终于打败了敌人 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场战争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许多人类死亡 许多城市被毁灭 人类也开始意识到 这场战争只是一个开始 他们必须继续战斗 才能确保自己在外太空中的生存 经过了这场战争 人类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在外太空中的生活 他们开始寻找更加安全和稳定的星球 并且在这些星球上建立起新的家园 但是人类也明白 他们在外太空中仍然面临着许多未知的危险和挑战 他们必须继续发展科技 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 这个星际逃亡的旅程 让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但也让他们更加坚强和团结 人类在外太空中开始了新的冒险和探索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一个新的希望